不行 嘩不行 靖劍太性感 靖劍太有性感 玩到流鼻血 吐血了 Hello YouTube 我是Jason 我們今天受這個日本的遊戲公司邀請我們去試玩他們的遊戲 是在一個叫做Jorland的網站上面可以玩到 他們的網站上面其實有很多很多種不同的遊戲 但是我們今天要玩的這個遊戲 我們今天要玩的這個遊戲是這個迷霧列車少女從無知世界的車窗 在電腦上可以玩到的遊戲 也是在手機上可以玩到的 但是現在應該暫時在手機上玩 就要在Android上才可以玩到的 大家看到這個遊戲開始之前有一個非常漂亮的日本動漫風動畫 這個遊戲因為真的是日本公司去做 所以就不同那些只是日式的那種遊戲 這個不是來的 這個是日本公司做的 好啦 那我們馬上給大家看看這個遊戲是怎樣的 因為今天我們試玩是官方提供的一個帳戶 但是這個遊戲既然在手機上都玩到的 那麼跟很多的遊戲一樣 也會有很多的劇情 而同時間可能大家都會最喜歡的 就是一些日本的星優的星演這些角色 沒錯 所有的角色都是有日語配音的 那麼這個遊戲現在是有繁大中文版 那麼玩法其實非常簡單 我玩了兩版給大家看看 大家應該可以感受到 它那個戰鬥中途的那些 畫面的風格是怎樣的 那麼這個遊戲呢 是一個日本的RPG JRPG形式的遊戲來的 那麼你有五個角色可以去到排陣出戰 然後出戰的時候呢 選擇攻擊的技能 那麼這些呢 相信大家有打開機的人呢 就不會陌生的了 但是有一件事是最重要的就是 這個遊戲裡面 全部都是女角 而大家可以看到那些女角的服裝 是非常之漂亮的 我給大家看看角色的樣子 好 這一隊是官方準備給我的一個隊伍 那大家看到了 我們有角色 譬如這個星旗山 它的名字 星旗山 會不會太過應景了 星旗山 我們角色那裡呢 先看看 它是三個字的 星旗山 星旗山 星旗山在哪裏 其實它全部是不是車站名來的呢 大家看到呢 它的角色呢 全部都是很漂亮 有些絕對領域 又絕對領域 然後這些又 總之是 諾丁山 諾丁山是英國的地方 Notting Hill 星旗山在這裏 原來是第一頁 星旗山 這一個呢 是它最基本的時候的那個服裝 是吧 種族人類 所屬是這個 廢雷馬林 有很多它有角色的一些簡介 是吧 正常裝束就是這樣 但都已經是非常性感了 是吧 如果我們是看它 著裝一攬 熱沙母機的星旗山 嘩 真的 這些應該是汗嗎 這些應該是汗 流汗 只不過是 這個遊戲裡面呢 就是充滿了很多這些 女角 非常漂亮的 一些二次元的威服 雖然大家應該有 玩開這些遊戲的應該都知道 威服 我們這些 二次元老婆 我們既然現實中的老婆 被這個MIRROR 搶走了 我們就在遊戲裡面 找回一些二次元的老婆 哈哈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角色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也很漂亮 有一個 是叫做這個 讓我看一下 這個阿眠 阿眠這個角色 它有另外一套裝也很漂亮 這個 無盡的探求心 這套裝 看起來多漂亮 如果可以Zoom低一點就好了 但是呢 大家可以看到 真的多漂亮 放在姿勢 放在姿勢 是很棒的 嘩不行 嘩不行 直劍太性感 直劍太性感 玩到流鼻血 吐血 吐血 好了 我剛才說明是要展示這個戰鬥給大家看 我們不要只掛著看女角 掛著看女角 看到一會兒 停不了手 但這個遊戲裡面 是有極大量極大量的女性角色在這裡 大家可以儲存這些角色 如果覺得漂亮的話 可以換她們的裝 即是她有不同的穿裝 即是不同的Skin 有不同的加成 剛才大家看到 她有一個原始的基本的Skin 也有一個 是漂亮一點 厲害一點的Skin 好了 遊戲戰鬥界面 可以選擇去到自己出什麼攻擊 每用任何攻擊都需要用SP SP 大家看到這裡 就是遊戲裡面進行的途中會自動上升 但有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有一個特殊技能 讓我推開給大家看 對了 這個特殊技能 這個Special Skill 出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動畫 我給大家看看 大家看到嗎 是好像在看動畫 好像在看動畫 好像在看動畫 那樣 那個感覺是很棒 我覺得這個是 就是玩這些遊戲 當然 那個遊戲的戰鬥系統 可能未必是十分複雜 但是它中途的那個演出 那個遊戲的演出那個 美麗和不美麗的程度 其實是很影響你玩那個遊戲的時候 的那個心態 的那個心情 你看多漂亮 所以這個遊戲 我個人來說 雖然這次是廠商邀請我去介紹這個遊戲 但是真心 我對於它這些每一個角色 出技能的時候 有一些特殊的動畫出現 這個我覺得是極度極度需要讚的一個地方 因為現在有很多的遊戲 類似同一個玩法 這個 這個東西是跳什麼 跳Pole Dance 鋼管舞 水龍之舞 這個就是 這個遊戲 它其中一個賣點 我覺得是 有很多很美的女角 也有些很美的動畫 這個遊戲是絕對絕對值得讚的 這個位置 這個其實就是最基本的戰鬥模式 不是很複雜的 但是如果你要玩到一個高等級的地區之類 也需要有一些配對那方面 可能有些要配搭 這個遊戲除了戰鬥之外 當然它有一個非常豐富的故事內容 如果大家對於這個遊戲的故事有興趣的話 其實它中間是有很多不同角色的交流 去將故事 去用這些動畫 對話的形式 去跟大家展示出來 剛才開始我們不是說了 這個遊戲 是它叫Joland的網站 去聯絡我們 想我們去推薦這個遊戲 我發現它的網站 除了這個遊戲之外 還有很多很多其他不同的遊戲 而有些遊戲還要是18禁的 那18禁的這一邊的遊戲 那個畫面我真的要打格子 如果我不打格子的話 我不知道怎麼展示給大家看 但是大家可以勉強幻想到 如果我沒有打格子的話 大概會有什麼狀況 以為有一個遊戲是三上游啊 現在回歸遊戲最多可抽扭蛋50次 這個遊戲叫什麼 老師在學校造霸 三上游啊也有嗎 老師在學校造霸 哈哈 就像這隻這樣做 老師在學校造霸 但是它全部呢 都是AV女優 全部都是 嘩 嘩 嘩 男性的憧憬 女校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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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了 不行了 太多了 要打格子了 我打格子 噢 100個 10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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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火熱戰鬥 齊心血力擊火勁敵 喂 哈哈哈哈 再學校造霸 沒錯 這個網站是有很大量 成人向的一些遊戲 如果大家還沒成年的話 千萬不要去這裡看 除了我們今天影片介紹的那隻 迷霧列車少女之外 在Jawland上面還有另外一隻叫神機Project的遊戲 也是非常高人氣的 如果大家去Jawland的網站的話 不妨也去看看這個遊戲吧 但是呢 今天主要跟大家介紹的 始終都是這隻 迷霧列車少女 這個非常漂亮的 一個日本公司製造的 超高質素的一個遊戲 可以在這個Android手機上玩 或者在電腦上玩 如果大家有興趣 知道多一點這個日本的網站 Jawland這個網站的話 大家可以在這條影片下面的說明欄按進去 去他們的網站去看看 裡面有很多免費遊戲可以玩 也有一部份是成人向的遊戲 如果你是未成年的話 千萬不要進去看 OK 那今天這條影片呢 我們先到這裡主要的節目 大家喜歡的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 有甚麼人來講講我們 下條影片再和大家見面 下條影片再跟大家見面